欢迎来到幸福诊疗室 我是童老师 最近我们接到一个个案来信 他问我说 童老师我到底要不要再结婚 这个个案它也是一个勃起功能障碍的个案 尤其它在信上非常紧张 在这个新婚之夜的时候 因为无法勃起 所以他老婆气的第二天就直接回娘家去了 回娘家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见面了 那他想说再去把他求回来 在求的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他老婆怀孕了 奇怪都没有进行新生活 怎么会怀孕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新婚的老婆 跟他的前男友又好上了 所以他就立马的把这个婚姻给截断 就是离婚了 离婚了以后他心里又觉得 如果我今天这件事情不处理 下一个女人再进到我的婚姻关系里面去 铁定一样也是不行的 所以他来治疗 治疗的途中 他一个人的状况 从我们治疗师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他很难勃起 一直到他很顺利 能够完成器具的部分 他唯一不能跨过的就是跟真人 因为他还是觉得他自己在这个部分是缺失的 因此我们鼓励他去交女朋友 但是他一直觉得这个部分他还没有完全好 也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心态 一直裹足不前 他觉得我自己完成了应该两个人就能 但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尤其是你的伴侣没有跟你建立很好的这个信任感的时候 你们其实是很容易崩解的 那最近他突然来个讯息说 他到底要不要再接受这段感情的时候 我问他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他说也是父母亲催婚之下 两个人之间有想要再度结婚的这个迹象 那这个女生就告诉他说 最近我们就去拍婚纱吧 最近我们就去干嘛吧 他心里想说我们感情有这么好吗 有需要这么急吗 那他问我说 那童老师你能确定我的功能好吗 我当然不能确定啊 因为一 你本来就没有跨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 你在自己的训练之下 这么几个月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练习 我也不清楚 所以后来我还是要他回到原点上 看一下自己的功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再去想我们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不要又被别人打牙子上架 好像时间到了我必须得结婚 我二婚我就是残缺的 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你自己的压力 当然如果你在重蹈覆辙一次 也是一样陪了夫人又折兵 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把自己的功能处理好 不要依着别人的这个言语去起舞 最后会得不偿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